除了想要分吃等死 富贵平安之外 沙州别院的大树倒了霉 被范贤拿着那把天子之剑 大放王者之气 削去了无数树皮 之所以如此 全是因为咱们年轻的 钦差大人韦时期的不浅 偏生又不可能在妻子面前摆出臭脸 又不可能马上就冲到北齐上京 去骂自己亲妹妹的老师 所以他总要寻个出气的法子 范贤不是那等喜欢打骂下属 来解压的无趣boss 偏巧前是他躺床上看读者 曾经读了个酸不拉几的故事 读得他眼泪哗哗的 所以今世便学习了一下 那个故事的男主人公 那位爱到洗脚水的男主人公 在老婆那受了气 一直忍了N年 总是半夜偷溜出去 在河边砸树 以谋求可怜的心理平衡 范贤不砸树 他用堂堂四顾见绝削树 一边削着 一边恨恨咬牙着 当院子里的树 在一夜之间白头 而且衣衫尽碎 露出卑微赤 落得身躯后 范贤一行人坐着马车离开 回到了西湖边的彭氏庄园 在西湖畔候着 钦差大人与郡主娘娘的人 着实不少 苏州城里那两位总督巡抚 不方便亲自来 范贤心中暗自欣赏的杭州之州 可是不会客气 将西湖边的那道长堤 都封了三分之一 方便范府的马车进入 又领着一杆下属 四处示后着 生怕这二位大人物 心里有些不满意 对于这个马屁 范贤很舒服地接受了下来 毕竟婉儿的身体不好 确实需要清静 在府中众人会合后 思思与藤大家的媳妇 自然服侍着婉儿去休息 范贤抽空见了那位杭州之州一面 温言劝勉了几句 但第二日 他却是让虎卫高达 将这些达官们的夫人 全数挡在了后援之外 范少奶奶不见客 婉儿可怜兮兮地望着范贤 一双媒儿 早已促成了风中柔弱柳叶 眼中如气如素 好相公 你就饶了我吧 范贤笑道 乖 要喝下去就好 不然可是要打屁股的 婉儿没辙 只好苦不堪言地引下药去 忍不住在内心深处叹了口气 心想 自己怎么就那么傻呢 把原因都告诉了范贤 以他的性情 当然是不会允许自己这般做的 早知如此 自己干脆不下江南 偷偷在京都里停药就好了 忽然间他微修想到 如果不下江南 就算停了药 去了体内的艺术 可是没有他 又怎么生孩子 范贤正拿着手绢 替他失去唇角的药字 忽看着妻子夹上红韵忽现 心头微正 不知那个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 好奇调笑道 娘子 怎生修成这样 婉儿白了他一眼 哼哼说道 不告诉你 他赶紧转了话头 此次下江南 一来是年前就定好的事情 另有一桩 却是有些要警示 需要与范贤商量 这些事情 他是断不放心 让下人们传递消息的 范贤见他认真 眉头微皱了皱 复耳上去 听着妻子在耳边轻声说着 心情愈发地沉重起来 脸上却没有什么变动 依然是一片安静 他安慰开解道 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 让你如此匆忙 救下了江南 宫里那些长辈们 惯爱论人是非 理会不了太多 在京都的日子里 这对年轻夫妻之间 有极好的默契 而且也曾经挑明过 婉儿如今为人 七 为人女 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之中 范贤联系他 不愿意他过多地 掺和到这些阴晦事中 哪怕是婉儿实际上 可以帮助他太多 比如 大皇子访饭府那日 两口子的夜话 可是话虽如此 婉儿却不能假装 身边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更不可能蒙着自己的双眼 就假装看不到自己的夫婿 正与自己那位并不如何亲近的母亲 剑拔弩张 姑娘家的心思是很难猜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当中 她总是想寻求一个保护范贤 又不至于让双方陷入不可挽回局面的法子 只是 很难 范贤很难想明白 婉儿也同样如此 所以 她只好在京都小心打听着四处的消息 替范贤分析着那些富人政治里的玄妙 凭借着她超然的身份 出入恭敬无碍的特权 帮助远在江南的范贤联络宫中的诸人 消除一些可以消除的阻力 这些事情范贤是知道的 也知道阻不了她 便只好随她去 而且有些时候 确实需要婉儿在中间当任滑稽 就像是春围事发后的宫中之行 因为范贤的反对 婉儿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她在政治与宫市中的天然感觉 更是被压抑着 但这并不代表她不明白这些事情 所以当知道宫中那个故事之后 她便毅然决然地来了江南 与所有人的想象不一样 范府少奶奶下江南 不是为了要看看 那个叫朵朵的北齐圣女 只是要当面提醒范贤某些事情 宫里的长辈 可以影响很多 婉儿忧心忡忡地看着范贤 轻声说道 太后乃是皇后的亲姑母 这两位的关系 是无论如何也私脱不开的 皇后安排人进宫 给太后娘娘讲石头计的故事 这其中隐藏着的凶险 你不可太过大意 范贤沉默了下来 心里涌起了私恼怒 当初在丹州超石头计时 只是为了给自己和思思找些游戏 为弱弱谋些娱乐 同时满足一下自己文青的心思 并没太当一回事 因为他虽然清楚 老曹当年的文字 确实有些犯境 但一想到这全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度 两个世界 怎么也不会犯境 便有些大意了 谁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身世 自己的遭逢 在后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红楼梦》里的一字一句 似乎都是在抒发着自己的不甘与忧怨 尤其是那首关于乔姐的辞令 谁来写这本书都可以 就不能是自己 可偏偏如今的天下 所有人都相信 这本书是自己写的 书中的怨恨之意 仿佛是在诉说着 自己对当年老叶家之事的不服不愤 皇后安排人进宫 给老太后讲书 以太后娘娘那个敏感且多疑的脑袋 难道不会认为自己有一心 皇族中士 讲的就是个心字 心可疑 人便可疑 心可诛 人便可诛 范贤安静地想了一会儿 发现这确实是自己即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果太后真的认为自己心有不甘 想为当年之事平反 那如今老妇人暂时的沉默 或许便会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庆国已孝至天下 太后说些什么 自己那位皇帝老子总要表示表示 不过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范贤下江南日久 实力也到了某一个层级上 这些小风浪 并不会让她如何警惧 她轻轻拍着妻子的手 温和说道 别担心 就算那个老太婆疑我 又如何 我又没做什么事情 她也不可能就要求陛下 削了我的官 婉儿苦笑一声 忍不住摇了摇头 拿手指头 轻轻戳戳她的眉心 催道 那是我外祖母 也是你的祖母 怎么就老太婆老太婆地喊着 范贤嬉戏一笑说道 说来也是 当年在庆庙见着你的时候 怎么也猜不到 你居然会是我的表妹 哼 也不知道是谁瞒了我那么久 林婉儿督着船咕弄道 还未等范贤安慰 婉儿又继续正色说道 就算这是暂时没有什么坏处 可是明家的事呢 你在江南弄的这场官司 风波早已传入京都 如今的宋世仁 可算是真真出了大名 居然说敌长子 没有天然的继承权 这就处着了很多人的底线 虽说官司是宋世仁 在帮夏七妃打 可经中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他们的后台 由不得会在心中多问一句 咱们的小贩大人 究竟在想什么 范贤眉头一挑说道 我能想什么 林婉儿望着她说道 至于从表面上看来 你是想帮夏七妃 拿回明家的产业 太后难道不会疑你 更何况还有先前石头记 那桩坏处 两相一合 谁都会以为 你心里想拿回内裤 可内裤是谁的 咱们宫里的嫡长子是谁 林婉儿叹了口气 你夏江南做的这些事情 是真正将自己摆在了 太子哥哥的对立面 甚至是站到了太后的对立面 范贤沉默少许后 决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没错 但实际上 我是刻意营造出这种氛围 从而让宫里的人觉得我有异心 林婉儿惊讶地微张着唇 觉得如此冒进 似乎并不是她的性格 你来得晚了几天 所以不知道 陛下派太监来宣过旨 范贤微笑道 再过几日 经理就会知道我的态度 我是站在老三这边的 林婉儿有些疑惑与紧张 轻声说道 你准备让老三去打擂台 可他还只是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简单 范贤微低着头 轻笑说道 他的能力不差 而且我对自己的实人能力极有信心 对自己当老师的水平也有信心 我教出来的家伙 差不到哪里去 可是 你还是没有说明 为什么要营造出如今这种氛围 林婉儿皱着眉头 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下去 两边便会渐渐失去任何和解的机会 也会逼着 他豁然抬手 吃惊地看着范贤 微惊说道 你 准备逼他们动手 卧房里安静许久 范贤缓缓地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很多人都忽视了皇后与太子 但我与他们彼此之间都很清楚 我们之间只有一方能够生存下来 如今趁着皇帝陛下还在乎看中我 我就是要逼着隐藏的祸患提前爆发出来 林婉儿的表情渐渐无措了起来 暗淡了下来 虽然他清楚 天子家的争斗向来是不留半点情分 可是一想到自己最亲的相公 与宫中的太子哥哥 总有一个人要死去 依然止不住感到了一丝寒冷 范贤的眼眸比妻子的心思更加寒冷 缓慢而冷漠说道 我不想杀人 可是他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杀过人 如今也不可能放过我 既然如此 我就来完成这件事吧 林婉儿沉默许久 开口说道 那 她怎么办 这话中的她 自然是横跟在范贤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 那位一直不肯安分下来的长公主 范贤眼帘微垂 轻轻将婉儿搂入怀中 温和说道 陛下的想法太深 我不去理会 你母亲的想法也太大 轮不到我去理会 这是她与陛下之间的战争 我只需要打打边谷 别的不敢保证 但我向你保证 我不会亲自对她如何 这个保证可信吗 皇帝舅舅 一向很疼我的 林婉儿像一只受伤的小猫 浮在范贤的怀中 柔弱无力说着 眼中却见现水蒙之色 如果长公主真的有胆量做那件事情 那么事后 就算凭借着范贤的力量与身份 林婉儿不会受到任何牵连 可是 她在皇族之中的身份 也会变得尴尬与凶险起来 范贤沉默着 知道婉儿的感叹是实话 成婚之后 在宫中行走 她才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那位皇帝老子 确实很疼爱婉儿 婉儿在宫中的地位 确实也比一般的郡主要高许多 想到此节 她不由感叹了起来 皇帝把自己最疼的外甥女 嫁给自己这个私生子 也算是对自己的补偿吧 没事 都是长辈们的事情 她微笑着说道 让他们闹腾去 话语虽轻松 内容却并不轻松 后一年中 如果不是大庆朝的龙椅换了主人 就是皇族之中 会有一场血洗 而范贤与婉儿 这一对年轻男女又会如何 如果是前一种 范贤相信自己全家 都会为皇帝陛下陪葬 如果是后一种 婉儿又该怎么面对 便在这么一瞬间 范贤忽然觉得自己 逼着对方提前动手 似乎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与深周的人 自己必须要这么做 老脖子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希望他能有什么好些的法子 范贤轻轻拍着婉儿的后背 看着窗外那片镜湖 那座青山 那只渔州 那只柳枝 思绪便飘到了遥远的京都之中 在京都那座梁庆庆的皇宫中 宫女与太监们脸生静气地行走着 偶尔有些年幼的宫女 会发出几声嬉笑 旋即被老嬷嬷们狠狠地训斥一顿 农村已尽 出属已至 宫中树木正是贸然之时 奈何宫中的人们 却依然不得一丝宽松的自由 广信宫乃是当年常公主的寝宫 当年常公主暗通北齐 出卖监察院高级官员的事情 被五竹书满城掩纸揭破后 那位庆国传说中最美丽的妇人 便黯然退出了京都的政治场面 去了冷清的离宫 虽然 她在信阳离宫 也可以隐隐影响着宫中的局势 可是毕竟不如在京都内部来得方便 所以清历六年 她终于说动了太后 搬回了京都 而在这个时候 当年那场轰动的颜值事件 也早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只是回到京都没有太久 军山会在江南的实力 便令她很恼火地 展露在了皇帝哥哥的面前 于是皇帝命她再次搬进皇宫 名为团圆 实为就近监视 不过长公主毕竟在宫中经营日久 又是太后最疼爱的小姑娘 与皇后之间的关系也向来紧密 所以 她出入皇宫 还是没有谁能组得住 她暗中做的那些手脚 也成功地瞒过了许多人 当然 为了让皇帝哥放心 她并不方便出宫太多 与下面的大臣们联系过密 所以如今她最常做的活动 便是在宫中陪太后聊天 与皇后娘娘凑在一处 研究些花鸟虫水之类的绣布 绣得只怕不是布 江南的局势已经定了下来 不管长公主李云瑞服不服气 承不承认 难不难过 总之 她经营了十余年的江南 已经被她那位成器的女婿 全盘接收了过去 明老太君死了 三诞大师死了 明家进入寒蝉 江南官场在范贤与薛青的合力压制下 也没有太多的反弹 她安插在内库转运私三大方的那些亲信 也全部被范贤拔了出来 那些官员们虽然来信依然恭敬 但在范贤的营 威之下 却也没什么法子动弹 夏天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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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